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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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自己的儿子昼王托付给他 所以在商朝他未及人臣 身居太师高位 自然要操很多心 前妻他一直在北海打仗 打了十几年 后来回来对付江子牙 他很厉害 把力修为都在江子牙之上 而且很有影响力 产阶两交的仙人都很尊敬他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师父金灵圣母下山前告诉过他 说他一生不能遇到抉择 否则有性命之忧 结果他在绝龙岭被云中子的通天神火柱烧死 一命无辜 后在封神台上 被江子牙封为九天英元雷声普化天尊 统于诸天雷神 是很厉害的一个神位 而江子牙 作为一个胜利者 眼看着这些自己的手下外将一个个封了神 自己什么也没有 他如何能甘心呢 其实 所有的秘密就在打神边之中 其实原始背地里是给了江子牙一个很大的好处的 中武王封其余其营修 为武侯九伯之首 虽然江子牙无缘成神 不过在封神大战期间 原始天尊曾赐江子牙打神边 封神完毕之后 江子牙奉还此边 不过原始天尊念其封神有功 故而不收 并特许他可云游众神部 每去一处 该不正神暂时让位 就是说 虽然江子牙只做了武王手下 那一个诸侯 没被封神 但是原始也没有收回他的大神边 只要有大神边在 他就可以约束所有神 而且 只要他到一个神那里去 那个神就得暂时让位 以他为尊 所以有着这样的好处 江子牙才甘心做一个诸侯 因为他有这个特权 也有人说 等江子牙百年身死之后 原始又把他接回了御居宫 重新让他得到成仙 你怎么看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